东京各大品牌的夏季折扣正在进行中 南山的元素应该去哪几台店呢 记得收藏 从元素车站的竹下口出来 旁边就是足球用品店Camo 欧洲杯刚结束 不仅有各种球衣 球鞋的货品也非常全 很多比较新的款式也都在打折 不要错过给自己换套装备的机会 出来后穿过人山人海的竹下通 看到这栋New Balance 就到了铝元素区域了 喜欢鞋子的可以来Atmos看看 店里的款式还是比较多的 但几乎没有打折 想要折扣的朋友们 可以转头去Beams一条街 这边一连着好几家都是Beams旗下的 买手店的折扣通常都比较香 像袋鼠鞋 越野跑诺达都有折扣 还有All Legacy的马甲 对折真的不太多件 Beams Plus这边看到了好几件短袖衬衫 这款的面料是麻 穿着挺凉快的 和那个日本的寓衣是一个手感 还有这件比较花一点的面料 也是特别透气的那种 穿着比较舒服 Stein的马甲 WorldSins和白衫的联名短裤 都是我比较中意的 接下来这家UA的总店 也使我每次元素逼逛 它们折扣的特色 就是有很多大牌也在打折 比如弱一威 Jeru Sanda 还有Color等等 试了这件带点破坏元素的开衫 但感觉显得肩膀特别宽 有点奇怪 而且现在买开衫有点早 就放了回去 还试了一条它们原创的短裤 面料是机能的并且长度和库款宽度我觉得都是刚刚好 一切人民币不到就可以入手的夏天神库 我自己赶紧拿下了 里元素区域仍然还是非常多的 这边有很多潮牌也有折扣 像This Stanford Set 基本所有款都是7折或者8折 帽子也不例外 还有卡哈特 夏季的款式也基本都在打折 像这件花衬衫就挺不错的 打完折可能就700人民币左右吧 性价比很高 逛的差不多 今天就先到这里 来里元素购物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错过以上这家店 感谢观看